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洛杉矶胡人作为NBA历史上最伟大的两大豪门之一 就算抛开全联盟都会为Russell退役的6号球衣 迄今为止也已经退役了13件球员球衣了 这其中有Shaq这样缔造王朝的超距 也有Baylor这样虽然一贯难球 但一人一成的传奇 总然是看起来名声不鲜的Jamal Wilkes 也亲眼见证了胡人在上世纪80年代的 其中三座总冠军 曾被Pat Riley评价 投篮如青雪落竹叶 在这一众巨星或超距中 Paul Gassel的咖位无疑是最小的 论效力年限 他只在胡人效力了6年半 没有一人一成 也没在胡人中老 论冠军 他手头只有两个二当家冠军 在胡人这支共有17座总冠军的超级豪门 也并不显得多么出色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OK组合解体后 胡人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他的到来 宣告着胡人漫长的重建正式成功 而他的打法和性格 至于胡人队以及Coby的意义极为重大 Coby搭档过无数内线 唯独Gassel对他来说不仅是队友 更是兄弟和家人 而在Fiba世界 Gassel更算得上是顶级超距 巅峰期堪称Fiba第一中锋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人生赢家 生涯早期却始终也洗刷不掉软弹的名号 那么Gassel究竟是怎样从软弹晋升为冠军队而当家的呢 他能在NBA和Fiba都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又是什么呢 今天让我们走进大Gassel的篮球人生 1980年7月 Gassel出生于西班牙巴塞隆纳 之前介绍小Gassel的影片中提过 Gassel兄弟的父母都曾是篮球运动员 最终都从事了医疗工作 正因如此 Paul最早的人生志愿也是追随父母的脚步 成为一名医师 当然他没完全抛弃篮球 早年他加入过西班牙第四级联赛的球队 后来还进了巴赛的青年队 彼时的欧洲更注重投射运控球等基本功 以及对技战术理解和执行的能力 这就让Gassel的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同时据Gassel自述 1992年奥运会梦一队的崔库拉朽 让他对篮球充满了梦想 他很喜欢Magic 并因此一度申请打空位 这为他后来优秀的大局观奠定了基础 1998年U18欧勤赛 Gassel带西班牙队拿到了金牌 出色的青年队履历 以及巴萨一线队的签约邀请 让他下定决心转为职业球手 在巴萨一线队正式开启职业生涯 从1998到2001年 Gassel为巴萨斩获了无数冠军 个人MVP也拿到手软 于是在2001年 他正式开始新的挑战 参加NBA选秀 并被老鹰以探花签选中 随后被交易至灰熊 踏上了NBA的赛场 但其中的波折远超人们想象 之前介绍Scholar的影片曾提到 彼时他和西班牙俱乐部仍有合约在身 如果想要登陆NBA 就还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买断费 这其实也是国际球员的通病了 阿根廷人彼时需要350万 Gassel则需要250万 后来经过经纪人谈判 降到200万 最终 新从温哥华搬回曼菲斯的灰熊 支付了NBA条款 限制一支球队能支付的买断费 上限35万 Gassel则和家人朋友凑齐了剩余的费用 才正式来到NBA 灰熊方面非常看好Gassel 并果断将其树立为核心 因为西班牙人并非传统印象中的欧洲内线 虽然高大 却并不笨重 既有一手中投 又有一手传球 Gassel也确实没辜负球队的信任 经历了短暂的适应期后 他在生涯第四五场比赛 连砍27加5和24加6 最终在菜鸟赛季打满82场 场均17.6分 8.9篮板 2.7助攻 并有2.06季封盖 荣英年度最佳新秀 当然 彼时的灰熊还是一支渔南球队 当赛季他们只拿到23胜 但这已经是他们建队7年以来的最佳战绩了 而在2002年的夏天 灰熊开始改头换面 Jerry West被聘为篮球总监 接着在02-03赛季遭遇开季八连败后 West通过盛情邀请 说动了自己的老朋友 69岁的老帅Huby Brown出山 然而 West Brown教练都明确了Gasol的核心地位 鉴于Gasol能在四五位摇摆的特点 他们正常时刻让Gasol打四号位侧应进攻 在决胜时刻则将他顶到中锋位 这只灰熊焕然一新 不仅防守扎实 而且快攻迅猛 战力迅速提升 03-04赛季 灰熊历史性地斩获50胜 以西区第六的身份重返季后赛 从此开始 灰熊连续三年在狂野西区挺进季后赛 Gasol则收获满满 2004年10月 他签下一份六年8600万的长约 成为仅次于Nowvitsky的身价第二高的国际球员 05-06赛季 他凭借20.4加8.9加4.6的全能表现 生涯首次入选了全明星 然而也正是这三年季后赛的经历 彻底给Gasol打上了软弹的标签 三年三轮系列赛 灰熊分别面对马刺 太阳和独行侠 Gasol分别对位 Duncan Amar和Nowvitsky 三大顶尖内线 不仅数据被玩爆 带队战绩更是惨淡的零胜12负 连续三年被横扫出局 毫无还手之力 例行赛数据好看 高端局却任人蹂躏 Gasol并不适合担任第一核心的言论 越来越被大众所认可 越来越多的球迷认为 他堪称软弹难堪大用 Gasol的绰号应运而生 而在06-07赛季 他还因为伤病而缺席了23场 灰熊的战绩因此而一落千丈 以22胜再次成为了 联盟垫底级别的球队 除了在NBA饱受质疑之外 Gasol在西班牙国家队的表现 也经历了大起大落 2004年雅典奥运会 在Gasol的率领下 西班牙南篮输给了堪称梦之队之耻的梦六 最终只收获第七 但他们实在是倒霉透顶 因为整届赛事 他们也只输了这一场 不过好在 这只是西班牙篮球黎明前的黑暗 黄金一代在两年之后的日本世锦赛 迎来了爆发 他们一路过关斩将 还战胜了奥运冠军阿根廷 最终收获金牌 这也是西班牙南篮队时的首枚金牌 这支冠军队的头号核心 毫无疑问是Gasol 虽然半决赛受伤 导致决赛未曾登场 但Gasol仍然以场均21.3分 9.4篮板 2.4封盖 分别在得分榜 篮板榜和封盖榜 高居第三 第二和第二 荣因赛事MVP 并入选了最佳阵容 又一年后的本土欧金赛 西班牙在决赛一分 西拜俄罗斯 收获银牌 好了 以上便是截至2007年夏天 Gasol的篮球生涯履历 他年少成名 在NBA经过全明星 打过季后赛 在Fiba世界拿过 国际大赛金牌和银牌 然而 他在季后赛一胜难求 身为市锦赛MVP 却缺战决赛 并在欧锦赛决赛 输给了防守更坚韧 更强硬的对手 这样一名球员 呈一声软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没有意外 Gasol将继续蹉跎岁月 至少在NBA 他可能会再进几次全明星 但入选最佳阵容 就难于登天了 作为第一核心带队夺冠 更是妄想 可07-08赛季 他迎来了生涯的转折点 开局阶段 灰熊仍然胜少负多 2007年结束 他们打完了前30场比赛 只取得8胜22负 到全明星之前 则是14胜38负 眼看基本无缘季后赛了 管理层决定不破不立 送走Gasol进行重建 2008年2月 灰熊送出Gasol和一个次轮签 从湖人得到了 以Kwame Brown为首的三名球员 两个手轮签和Gasol的弟弟 小Gasol的签约权 事实证明 这笔交易取得了双赢 灰熊找到了他们的重建基石 并在小Gasol的领导下 尝试其处于西区近律的行列 至于湖人这边 更是如虎天意 而且让整个西区炸了锅 Binom受伤报销后 很多人都认为 湖人本赛季已经难有作为了 但在不送出巨额资产的情况下 他们居然引入了Gasol POP教练直接破口大骂 这就是一笔打劫式的交易 作为酒精沙场的老帅 他知道 笔石湖人的阵容已经很完善了 就差一个内线大轴 Gasol到来后 以Kobe的个人能力 完全可以带领湖人重新崛起 马次很可能又浪费 几年时间来陪跑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Gasol来到湖人的首场比赛 就高效砍下24加12加4 Kobe全场仅得6分 湖人却依旧大胜 拥有Kate等三架马车的篮网 这在以往根本不可想象 Gasol加盟湖人的前16场比赛 湖人14胜两负 最终他们以57胜的战绩 小西区 随后两年 湖人分别轰出65胜和57胜 继续霸占西区投名 Gasol个人则在0910 连续入选全明星和年度三阵 湖人脱胎换骨的原因 正如POP所料 Kobe持球主攻 Gasol特应副攻 直接让禅师的三角进攻 重新运作起来 凭借超高的球伤和全面的技术 Gasol能在Kobe在场时做轴 在Kobe不在场时做发起点 Kobe的超强牵制力 令他如鱼得水 于是 湖人连续三年杀入总决赛 对塞尔提克一胜一负 2009年更是4比1轻取魔术 当然 面对高等级的对手 比如Duncan 比如08年未曾大伤的KG时 Gasol还是会在单点对决中被打爆 但篮球毕竟是5个人的运动 就比如2008年的西区决赛 Kobe彻底扛起了队伍 用超过5成的命中率 场均拿到30架 硬生生投死了马刺 两连贯期间 Gasol曾经的一些缺点 比如不够强硬 反倒成为了优点 这让他不会和Kobe去争出手权 争核心地位 而是安心的做配角 做辅助者 2010年的湖人 实际上已经千疮百孔 但Kobe以7根手指6度绝杀 帮湖人撑住了例行赛 以Gasol为首的Santa 则用内线优势和防守 熬过了一轮又一轮季后赛系列赛 并最终在总决赛 迈过了绿山军 达成连贯 这一年总决赛 Gasol的精彩表现 在之前介绍2010年总决赛时 已经聊过了 欢迎大家请行回看 这里我就不赘述了 而在Fiba赛场 这一时期的Gasol同样可怕 身为西班牙男篮的第一核心 他带队连续拿到09和11 两届欧锦赛的金牌 08和12这两届奥运会 西班牙也都在他的率领下 杀入了决赛 只可惜最终不敌强大的 孟8和孟10 这段时间的西班牙 在Gasol等黄金一带的加持下 算得上是仅次于 美国南篮的世界第二强队 在踏上生涯最巅峰之后 Gasol个人更进一步 在10-11赛季 场均18.8加10.2 生涯首次入选二阵 然而 胡人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下滑 2011年 胡人在季后赛被独行侠横扫出局 禅师宣布退休 新帅Mike Brown上任后 意图扶正Bynum的内线核心角色 给予他大量内线单打机会 Gasol的战术地位因此下滑 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 做出了牺牲 而在连续未能在季后赛取得突破后 12-13赛季 胡人组起了Kobe Gasol Nash和Harvard 新F4阵容 只是这套阵容的问题过于明显 甚至值得单拿一期影片详细介绍呢 最终 新F4的命运和04年老F4的命运一致 都没能拿到总冠军 比老F4更惨的是 在Kobe爆销之后 胡人在季后赛首轮直接被马次横扫了 这个系列赛 Kobe在替补习安慰Gasol的画面让无数球迷动容 胡人生涯后期 Gasol连续陷入交易流言之中 战术地位还一再下降 于是他在2014年夏天转头公牛 这个时期 小球风潮已经逐渐兴起 Gasol顶上5号位不再像10年前那样吃力 14-15赛季 他以18.5加11.8的表现 再次入选年度二阵 首次成为全明星首发 可惜彼时的公牛正处于动荡期 Rose的伤病 Bowler的出路征容 让球队竞争力大打折扣 他们也最终在次轮不敌了 Bron回归之后的骑士 15-16赛季 公牛对内矛盾加剧 Gasol虽然个人表现依然优秀 但无力带队进入季后赛了 最终 公牛开始了新一轮的重建 Gasol也转头马次 此时的Gasol已经吹吹牢蚁了 但鱼勇尚在 冠球队发挥余热 16-17赛季 他在马次还能场均12.4分 在攻防一体Leonard的统领下 他和HG的双塔 看上去完全能和勇士的小球对抗 可惜Zaza那一角改变了太多太多 属于马次的时代正式画上句号 他们开启了漫长的重建 Gasol则在18-19赛季中期 完成买断加入了公路 意图继续争贯 可他在仅出战三场后 就遭遇足周古硬力性骨折 赛季报销 公路也被Leonard的暴龙 完成让二追思 Gasol争夺生涯第三冠最后的机会 也就此破灭了 到19-20赛季 转头拓荒者时 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无法支撑 NBA级别的强度了 最终在一场比赛 都没有为波特兰效力的情况下 被裁掉 告别NBA 然而 纵然Gasol已经年老 在FIFA世界 仍依旧无所不能 15和17这两年欧锦赛 他分别带队拿到金牌和铜牌 16奥运会则是铜牌 尤其是2015年的欧锦赛 35岁的Gasol老富疗发少年狂 无论是三分线附近的挡拆和手递手 中距离的面框突破和中头 还是腰位的背身 他都胜似闲停信步 决赛对阵立陶宛 他以25加12轻松碾压了Valon 最终荣因赛事MVP 2021年2月 他重回孟开始的地方巴塞隆纳 并在6月帮助球队时隔20年再夺冠军 同年8月的东京奥运会 成为了Gasol的最后义务 在半准决赛输给孟14之后 Gasol宣布退役 正式告别了篮球生涯 很多人说Gasol软 内核其实是他的力量对抗不足 于是无论是强板卡位 还是低位要位 他都不算特别顶级 如果身边没有Binom 只靠Gasol一人很难完成蓝板保护 然而一生欧洲练就的技术 以及对于自己身体的保养 最终让Gasol达到了41岁 尤其还有不争不抢的性格 对自己角色定位的清晰认知 对于转型的明确和自如 让他在NBA世界始终有一席之地 在Fiba世界更是所向披靡 他少年成名 却大气晚成 30岁才到达巅峰 但相应的 到35岁 他也还是欧洲之王 同样因为上述特点 这个所谓的软弹 却达成了强如Shack 都没能达成的成就 那就是Coby生涯最喜爱 并最愿意向他传球的队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